每年七月份做服务器回收都是最煎熬的 最难熬的 甚至有些做服务器的同行都已经放假休息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每年的就是七八月份都是服务器行业的一个淡季 不管是做新服务器还是做二手服务器都是淡季 这个月都是比较惨 像我们做二手服务器回收的 就是收服务器也不行 不收服务器也不行 收吧卖不出去 你不收吧 就是这么多库房呀 房租外啊什么人工成本都是摆着呢 对吧 可以说这个月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最煎熬的 我们这个行业有句话就是说 收的越多亏的越多 这个月就是过得太难了 你不管是做服务器的还是做服务器配件的 价格来说相对说都比较低迷 市场呢几乎没什么需求 就把服务器一车一车都拉回来 然后在库房里就堆着 就是压着压着资金然后卖不出去 结果呢就是价格一天比一天低 需求呢一天比一天少 这服务器供应多了价格就肯定就低了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你一千块钱把服务器收回来吧 然后你感觉有三五个点五六个点的利润 对吧 过一天赶紧卖的时候你得发现 只能是九百块钱卖了 当时你收的时候留了几个点利润 你卖的时候才知道 不但没有利润 又想卖出去还只能亏钱出售 真是太坑了 也没什么办法 最近要处理服务器的公司还是挺多的 现在做这个服务器回收的呀 都不该随便报价了 他报价的相对说都比较比较保守吧 你知道报价人都是什么心灵吗 报价高吧 又怕自己中标了 中标以后呢 亏钱的概率还比较大 报价低吧 又怕后面的这种客户不让他报价了 就把他踢出这个工商这个这个清单了 所以说 这时候啊 他做服务器回收的公司啊 都是挺难的 你干的越多亏的越多 你不干的话啊 就是怎么说还能少亏点 就我们库房现在还放着两万多台 将近三万台服务器吧 现在情况就是市场呢 没什么需求 就是买服务器的客户呢 突然在这个月突然就消失了 或者就是很少了 价格不再跌了很多 需求也是少了很多很多 现在就是硬挺嘛 就是把这一两个月吧 这就这个七月八月 这两个月过去 然后就好了 所以说最近像报废服务器的公司啊 你可以再等等 因为这两个月 它是价格比较低迷啊 整个市场行景不太好 当然了 现在要处置的话 这个价格肯定肯定低一些 如果你不知道一出的话 可以再等一两个月 把这个七月份 甚至八月份 过了以后你再出 当时那个价格还比较合适的 当然了 如果你最近考虑这个采购服务器的话 可以上手了 这时候啊 你不管是二手服务器 还是什么服务器配件吧 内存啊 硬盘啊 cpu等等吧 价格来说 相对来说都比较合适 你等下个月 这市场行情恢复了以后 那时候价格就不一样了 这市场行情恢复了以后